各位同學,今天我們講的是正負數加減 其實正負數加減是非常容易的 所謂正負數加減其實來來去去都只有四種可能性 例如一個正數加一個數字 一個負數減一個數 一個正數減一個負數 一個負數減一個數 加一個數 好了,其實我們看到其中第一個可能性 我們就發覺1加6大家會知道是7 而第二個可能性,負1-6 你就可以這樣說 只要這兩個是負數 兩個都是減的話 就是代表著把兩個數字相加 7 之後這邊就會加個符號 這樣就是答案 而第三個可能性呢 或者第四個可能性呢 我們首先做的事情就是 把大的數字減小的數字 它們兩個都是一個6 一個1 6-1就是5 那5 那5呢 在第三個可能性裡 因為6是大於1 那6前面呢 那個是負 那我們就會寫負5 而第四個可能性呢 就是負1加6呢 那6呢 大一點的數6呢 前面是正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寫正的 就是正5 這樣計正負數的話 大家就不會想得很混亂 好,拜拜 拜拜